哈喽,大家好,好一天不见,太冷了,我们这边气温突然下降了,咳咽咳的了 我们今天说,上我家这个后山来锻炼锻炼身体吧,上面还有鞦韆呢,山顶上 就后边这个山顶上,看到了吗?一会我们就要上去 就是这个,最高的地方,站得高,望得远,现在往上上 他们都已经上去了,我也得往前走了 因为现在雪下的大,主要就是太滑了,不好上 听着风,呜呜的呀 刚上了一小半,快看累的,累不累 太累了,吵不上来气了 主要今天风还大 太冷了,你走那么快干啥 你说你蒙的,跟个蒙面大侠似的 太冷了 好像认不出来你 快零下30度了 真是,快零下30度了 今天是真冷 你太聪明了 这棵树,一个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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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哎呀好累啊,这都是让琢磨鸟给刀的 这里边有虫子是不是,已经腐烂了,太可怜了 咱们也找个桶子,我给你抠一个,它这么深呢 多厉害,里边都腐烂了 那可不,往上上吧,到了 对 好累了,没事,我体重轻 如果超过100斤往上的,不要上了,容易抖它 那我应该不能上了,我120度 没事,我体重轻了 好玩吧 好像有点危险 好像有点不太低 下来了 老得劲了 看看山脚下 有点,我得慢点,太滑了 太吓人了 到了九死环昏草了 但是有点太陡了 这时候它都已经干了 因为它冬天嘛 等到来年开春的时候 遇见水,它马上就会绽放了 我们也叫它卷摆 这下面都是 看,这一球一球的 但是就是不太敢踩 太陡了 看后面玩的 多开心 有很多朋友想看看我们的村子 这回看吧 这就是我家住的地方 我们的村子 多少户就看出来了 没几个房子 总共村子就这么大 一望无际的 多清晰 这边就都是地了 哇塞 阳光好足啊 轻点轻点 别太往后了 没事 安全 我体重轻 你别还没等飞起来呢 你走到悬崖 它掉下去了 我们还挺远的 来就得了 多羡慕那种生活啊 是不是啊 大冬天 零下三十来度 在这打秋千 大冬天到秋千 好兴致啊 挺会玩的 太得劲了 太得劲了 多羡慕啊 是不是啊 上马上那种生活环境 就是有点冷 一会大冬天就冻出来 好冷 大冬天出来 这些就冻住了 是真冷啊 现在都零下 快三十度了 看看多冷 今天这就是上山来玩的 因为离家近嘛 动手 我们东北有一句话 一九二九冰上走 三九四九冻掉下巴 哎呀呀呀 不过是真冷啊 冻死了 快走 太冷了 回家 我们回家了 上山粗溜一趟 真的太冷 受不了 都动手 又进雪了 一会儿到 体前几天冷多了 好了 朋友们 这期视频到这了 回家了 得慢点下 看活动 拜拜了 太冷 太冷